为何肥胖的人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呢 好 先问一下李医生 肥胖的人其实是容易有脂肪肝的问题 如果多过5%的脂肪 我们就叫这个是一个脂肪肝 脂肪肝我们怎样知道呢 通常是照出来的 可能在超声波或素描 我们会有些特征 会看到它是一个脂肪肝 而有脂肪肝的患者 其实它有肝癌化的机会 亦都会相应增加 当它产生肝癌化的时候 其实肝癌化都是一个慢性发炎 它就会有机会令肝癌的机会多些 我想问李医生 液型肝炎是否大部分都会肝癌呢 应该这么说 其实很多肝癌的患者 都是有液型肝炎带菌的 尤其是在香港这个地区里面 所以液型肝炎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誘因 液型肝炎的病毒 其实就躲在肝里面 然后不断刺激它去发炎 这些慢性发炎 其实你可以想想 它的细胞又破坏 然后我们的身体就想修补 那这些过程呢 其实你也是会有机会引致一些DNA出错的问题 那癌症这一件事呢 其实就是一些DNA变坏了 为什么男性会比女性特别多肝癌呢 如果我们看数据 2018年 在癌症资料统计中心里面 全年我们大概有1700多个人是有肝癌的 确诊的 那当中有1300多个人 其实是男性来的 至于原因其实就是 本身男性荷尔蒙你 当它是一个帮空来的 容易有发一些致癌的基因 那就令到男士患癌的机会 就会比女士大了 肝癌它初期的症状 一点都不明显 那可能有些病人 他只是有少少 可能上腹的 有少少不舒服 或者可能真的他比较累一些 那些胃口差一些 那些这样 那很多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肝癌 我们的处备是很大的 那所以肝呢 通常要是坏得比较厉害 你才会有一些表征 给你看到 哦 其实他是有些问题了 月形肝炎的病人 其实我们都很鼓励他 他真的要定期检查身体 那在医生会跟进复诊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定期都会照一些超声波 那肝癌的超声波 然后看看肝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 您的接受 这边这边 那应该呢 这附近的应该是 这边我只能理解 那应该是 一步的 系统主